我们开动了 今天吃烤肉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吹冷气的话 关着床 这个烟好像跑不出去 然后啊 就找一个五花肉 放在这里 放蒜 对 你看我宝贝都知道 放蒜 还放啥吧 还可以放泡菜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妈妈没准备泡菜 放鸡蛋什么的 对 可以放一些料 放一些料 对 然后就包着吃 这个 我来 烤鱿鱼也非常的绝 绝绝子 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哟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刚刚吃过饭了 今天吃了烤肉 吃一点这个 喜欢的食物的话 让阿丹的心情可以变得更好 今天阿丹的话 要聊一件事情 就是我最近 你说我是人红是非多吗 我觉得我也没红 真的不到红的这个地步 但是一直以来 看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话 那也有网友朋友们 就是劝我 说阿丹不用理这些人 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开开心心就好了 说实话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慢慢就发现 说你不理他们呢 他们就觉得他们说对了 是我害怕了 他们就会这样想 你说我是不是得跟他说一声 真的别这么自大 你想多了 我不爱理你呢 就是单纯的 我不爱理你而已 但是呢 并不代表说什么 谁怕你了 有啥好怕你的 怕你哪部分呢 对不对 那我其实呢 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 既然有评论区 其实我是很欢迎 我们有这个 正向的这样的 我们去讨论 有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去讨论 像我这个评论区的话 也有几位是很好的大陆的朋友 都很理性的可以再讨论一些事情 没关系 你想了解的哈 台湾的事情啊 你可以通过我的频道 做以了解哈 我在台湾的生活状况 等等都可以 这些都是真实的状况 阿丹就是拍出来了 这也没有什么剧本 我拍影片从来都没有稿子 你说有什么好剧本的 对不对 有人上次问我说 阿丹这个什么 有没有大字报啊 你的说话可能会重复 不好意思 真没有大字报 就是不是演的 没有大字报的提示 什么之类的 就是没有稿子 所以说我就想到哪 我就说到哪了 所以说我很 我很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讨论 咱们理性的来讨论 人身攻击 那一些呀 污蔑的这些话呀 真的是我觉得是很 很low的 很没有格调的一些事情了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今天说出来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 我最近呢 就是因为我确诊期间的话 我大陆的平台的话 基本是断更了 因为我说过很多次 我说我不想让我大陆的父母知道我们确诊的事情 因为他们会担心 我也试图跟他们讲过说 你看台湾确诊这么多人 可多数都是轻症啊 像现在的病毒的也不是一开始那个病毒 这个那么强烈的病毒 现在的话台湾区域共存等等 我都要说过这些话 可是我爸妈的话 他们说实话 那么多年接受到的对疫情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那最后我就放弃了 因为他们也会担心说的 啊那以后呢 那后遗症啊 那就严重了 怎么怎么样的哈 那我也不想多说 就是算了 我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他们也不会担心说我以后 甚至可能我十多年以后我感冒咳嗽了 我妈会不会想说 哎呀你看就那个时候你的后遗症来了 所以说我不想给他们找这个麻烦啊 就是因为后遗症可能是一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所以说我就不打算讲了 我一个字不要提就好了 我是这样想的 那那段时间呢 我在大陆的平台的话呢 是断更的状况 然后后来呢 就是我前几天 我就是更新了一条视频 啊在这个大陆的平台西瓜平台哈 我更新了一条 就是跟我在YouTube平台是一样的 我跟我先生去三坑老街 骑脚踏车厂的一个影片 我更新完之后 我前两天我打开来看一下啊 我想说哎看看评论吧 有没有人说提到我这个 这个确诊的事情什么的啊 因为毕竟有的朋友是两边看 有的人可能是 因为之前我高雄的朋友 他就是 他是恭喜我说 就是我确诊康复了 恭喜我 他说他在YouTube上看到我确诊康复的消息 我说哎呦不好意思 我说我得把你这个评论删掉了 我说因为我怕我爸妈看到实在抱歉 啊我有发私信给他这样 然后他说他自己删掉啊 就是我们就是那沟通的很顺畅嘛 其实他也不是恶意对不对 但是我也怕说有这样的人就是 又再有这样的话 一不小心的话 所以说我会去看这个评论看一下 哎其中我就看到这么一位朋友 他就在这个 我这个去三坑骑脚踏车向的一个影片下面 他说了一段话说 谁能人肉一下啊 他的父母 让他的父母出来解释一下 他们是怎么培养出来一个台独的 我想说哎呦 我这个影片里面哪句话是台独了呢 哪个标点符号是台独了呢 你可能只知道台独这两个字吧 你知道什么叫台独吗到底 啊 我当时真的是我看完那个评论之后啊 我心中一万头那个羊驼跑了过去 羊驼知道吗 就是我这个我这个影片哈 如果能上到大陆平台的话 我一样会上 所以我会说给他听啊 这样我当然对他进行了检举 我也对他进行了回评 那我也有怼回去了 我想说你连人肉都不会 你还让别人人肉 然后别人人肉的话 我请问他哪个哪个哪个字代表我是台独了 我骑脚踏车是台独吗 我吃了客家的包子是台独吗 还是怎么样我台独了 哎给我说出来这样的话 阿丹从从始以来就认为说 我的女儿我的父母我的先生 是我要保护的人 他们就是我的底线 今天我选择做这个 咱不能说是啥公众人物 但是我毕竟我抛头露脸的我在这边哈 我选择做这个这份职业这份工作的话 我可以接受批评 你说我拍的不好或者怎么样 咱们可以正向的来讨论 我说过我接受正向的讨论 当然阿丹也不是说什么 哎呀阿丹就不能批评 我做的不好不对的大家指出来 我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这种你无厘头的什么 要人肉搜我父母什么的哈 你就在我眼里来说 你都对不起你的一撇一纳 你知道吗 你对不起你做这个人这样 真的 你凭什么这样做呢 你是怎样 你是被批都惯了吗 你人肉我父母呢 怎么教育出来的 我也问他 我说我先让你父母先出来解释一下 怎么把你教育出来的 怎么这么低下的这水准 这个人我真的是我很生气这件事情 然后呢我也对平台进行了投诉 那在这里呢我就告诉这个人 咱们当面刚 你觉得我哪边是台独了 我出了什么问题了 请你到相关的部门去投诉我 如果说大陆发现说阿丹有问题了 阿丹的影片什么存在的抹黑了 存在的台独了 任何任何一部 任何任何一句话的话 让我回去说明情况 我就隔离 我就回去给你说明情况 好吗 请你们去检举我 投诉我 别在我的评论区耍猴 在那边秀下线 好吗 好了这是大陆平台的部分 那我再来说YouTube平台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 那个前两天那个骑脚踏车 那个什么说我是什么台独那个 那是好几天以前了 我想说算了 跟这些人的话 没有智商的人的话 你跟他们说他们也听不懂 他们也就这么大的能耐了 躲在键盘后面 好了 今天的话有一个人 他是在YouTube平台 打的是繁体字 哪里人我不知道 同样的话我送给你 他今天说我是收了钱 我把这个截图都放在这边 说我收了钱 陆佩是收了钱 再完成任务 完成业绩 好 收了钱完成业绩 这两句话 请你把你的真实姓名 跟你的地址咱们留下来 咱们去派出所说 请你拿出你的证据 你是说我是收了钱的账户明细 还是说我跟谁见面的照片 还是说我跟这个 什么特定的一些什么 人事物发生的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关联的 你觉得有这方面的证据 请你拿出来 你到派出所去 阿丹绝对跟你一起去 要不然就是你没有证据 没关系 如果你敢 好 你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留下来 阿丹那去告你 这叫什么 诽谤 因为YouTube平台的话 它是一个公众的平台 大家都看得到 在这样一个 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公众平台上面 你不但涉及了诽谤 因为你无证无据的 你涉及到了诽谤 你也涉及到了公然侮辱 所以说我是有权利对你提出提告的 我可以拿起我法律的武器 但是我一再说就是我 就是像我的小孩 父母老公 这是我的底线 所以说你可以对我进行批评 正确的指出就是我的问题所在在哪里 但是你这种无端的诽谤攻击的话 阿丹是实在没有办法认的 而且你已经毁坏了我的人格的问题 我在这边有说句不好听的 有可能你是这种人 就是你可能人家给你钱呢 你就会做出卖什么什么的事情 只有你是在这种人的情况下 你才能认为说别人会做这样的事 但是真的抱歉 我不是你这种人 我比你的这个level 可能稍微要高那么一些些 咱不敢说高多少 高那么一些些 至少这样的事情 在阿丹身上是不会存在的 阿丹一直认为一句话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种损失人格的事情 阿丹是做不出来的 伪心的事情 为了钱而拿伪心的事情的话 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 一是一二是二 我今天从有史以来的影片 如果觉得说我哪句话不对的 不管是大陆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哪句话不对的 哪个是说了 什么抹黑谁谁谁的事情的话 请你们拿这些证据到相关部门去提告 否则的话别在我的评论区的话 秀这个下限好吗 只能显示出你人格的问题 你的品质的问题 只能是这样而已了 好不好 然后呢我也看到有几次的评论 有的人会说 什么每天走掉了多少人 走掉了多少小朋友 我很遗憾这些离开我们的人 我很替他们感到遗憾 但是呢并不是说我让他们用生命换取了 我今天可以出去吃饭 我今天可以去日月坛的机会 我并不是这样做的 好不好 那我认为说 嗯 这些人的离开 我不知道你为他们做了什么 如果说你为他们吃灾念佛了 如果说你为他们去守灵了 你为他们做了什么 你可以留言说出来 诶我为这些走掉的人 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今天你这样 你不对了 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先说你做了什么吗 如果你都没有做什么 你拿什么来指责别人吗 请你不要利用他们 好吗 他们已经很遗憾的离开了我们 请你不要再利用他们 成为你手中的武器 去攻击别人的武器 好吗 你每一次提到这些事情 都是对他们家属 在伤口上又一次的撒盐 请你不要那么残忍 好 利用他们来达到你的某种某种目的 这样的话真的就不太好了 真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说台湾今天取得这样的成果 这样的是全民的努力 我真的要这样说是全民的努力 是靠全民2300多万人的这样的 自觉的戴口罩洗手 然后呢 确诊之后的话呢 可以自觉的在家里等等的 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不管是说什么 有人觉得说政府做了什么什么 不对的事情啊 不周全的事情啊 没有人能做到百分之百 对不对 就是你觉得政府好与不好 你都可以发表意见 但请你不要利用别人 尤其不要利用往生者 来达到你要攻击别人的目的 就像 我觉得今天台湾的这样的 无论全世界的话 一线的工作人员 包括 像我女儿现在停课 老师现在的付出 我们全民的付出 包括很多很多 像我确诊期间 清洁队有到我家来 收这个垃圾 对不对 亲自上门来收垃圾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样的 这样的 一线的这些人员 是他们的努力 跟我们全民的努力 才换来了今天台湾 走到共存这条路上 那么最后一里路 我邀请大家 我们一起加油 摒弃到这些负能量 我们可以 阳光的向前 生活还是要继续 离开的人固然遗憾 但离开的人 也会希望我们 留下来的人的话 可以健康的生活下去吧 是不是这样讲 那健康的话 除了我们有个健康的体魄 我们有个健康的心态 是吗 所以说不要再利用 离开的人 他们不是你的武器 所以说我真的看到 每次有人 给我留言这些话的话 我出去吃个饭 我去趟日月潭 都会被人家用 利用别人来攻击的话 我真的觉得说 你过头了 你过头了 请告诉我说 你为他们做了什么 你再来攻击别人 好吗 今天阿丹呢 给大家带来了负能量 就在这里实在是抱歉了 送给大家一句话 心中有爱 眼中有光 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 每天笑一笑 你的免疫力也会提高 心情好 免疫力也会提高 还是再说一句 就是最后一礼路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加油 那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再聊 拜拜咯